谢元因心脏病逝世 一生无子 回顾三大经典角色 曾获金鸡奖影帝 经良天确认 著名演员谢元8月18日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 享年61岁 将不设任何形式追思会 但是说起经典情景剧《我爱我家》 谢元在其中曾经有过客串 令人印象深刻 从这之后 谢元主演了不少经典角色 在电影《奇王》中 饰演了《奇王》王一生 一个下乡之亲痴迷于象棋 是个奇呆子 和多人斗志斗勇后最终释然 再也不下棋 这也是一个奇痴的简短一生 谢元在1989年的时候 终于凭借这个角色 最终获得了第九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在90年代 新旧文化的冲击 谢元接的电影越来越少 开始主要拍摄电视剧 但是发现自己能接到的角色类型 越来越少 梁天在第一时间向媒体告知了谢元逝世的消息 年仅61岁 并不算高龄 确实令人伤感 而文艺界少了这样一位孝星也是一大憾事